梁耀忠議員 在各個行政上高 以至到金錢方面 支援這個國際城市 而第二部分就是 藉著這個國際城市 能夠鼓勵到社會各界全程投入 然後提升社會對於學習 這個數學的興趣 而強化學生對數學的掌握 以及發展未來的新科技 培育人才等等 這兩個範疇我先講第一個 而第一個就是有關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在行政上高 在金錢上高支援 首先在行政上高支援 當然是正常 因為有些地方來說 民間辦的事情是困難的 甚至包括入境的手續和簡化等等 這些我覺得特區政府是可以去支援的 但只要有關撥款方面 我覺得有保留 而且也覺得不應該 因為為什麼呢 主席 無論我是贊不贊成辦一個大賽都好 事實上這個大賽在過去在香港是辦過的 正如原文所說 就是在1994年的時候辦過 而我亦都跟有關辦過負責人談過 其實過去辦得跟現在的構思是一模一樣的 但上一次都辦得到 不用政府支援 為什麼這次辦不到呢 我實在不明白 而實際上那些朋友跟我說 上一次是很多民間的團體是支援他們的 為什麼這次不可以呢 如果跟我很多的出版社和基金組織經過 他們說如果這個籌備委員會 有公開呼籲的話 他們很願意支持這個活動的 在錢方面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況且剛才余劉淑儀議員都說過 只是區區二千萬 二千萬裡面當然對我們小錢人來說是很多錢 但對於一些財團來說 根本不是一個大問題 況且不是一個財團可以單方面負責 還有更加多財團可以負責 所以我不覺得這筆錢 他們的籌備委員會都在政府以外籌集不到 如果政府要支援的話 反而我覺得應該將這二千萬 是直接支援 去怎樣給學生裡面 在數學的學習裡面更加有幫助 所以在一點上高來說 在這個籌辦過程當中 我覺得政府只需要在行政上高 支援這個國際城市就可以了 在錢財方面是無需要的 而第二方面 宜劉淑儀議員強調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社會各界全程投入的話 就可以提升到一個學生對這個數學的掌握 和發展到本港的科技產業 培育人才等等 這一點實在有保留 首先就是剛才 在二樓淑儀所說的底下裡面來說 其實已經是明列排列三 剛才說了 在PISA PISA這個國際認可的一個機構裡面 它是全世界裡面去做一個測試 而看到香港學生裡面 都明列前排第三名 但是不是經過 好像二樓淑儀議員所說的 推廣這個奧數底下裡面成功的 而是基本上本身過去我們都這樣 在教育底下裡面 是得到這個結果出來的 所以有沒有這樣去做的話 都不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變成來說 我覺得 二樓淑儀議員的樂運第四點裡面來說 是太過誇張了 太過對於奧林帕數學以來 太過誇張了 而說可以考入到其他的同學 但是事實上主席 我教了33年書 這33年書我都是教數學 我由中一至中七教過 而鼓勵同學 或者我帶隊參加一些數學比賽 我也試過 但是老實說 有多少學生受惠呢 我們作為老師 一定是怎麼樣呢 如果要是每班都派人的話 我就會選擇最厲害的學生 如果每班都派人的話 我只會找全班最厲害的學生 如果全校的話 當然是找全校最厲害的學生去參加 怎麼會是 然後選了出來之後 就培訓那幾個被選選的學生 去培訓他們 其他學生怎麼會培訓呢 怎麼會培訓他們對於這個比賽呢 這樣 根本就不會的 所以在其他學生裡面 一受惠根就不會 放著做一件事 就算我們選選了那些厲害的學生去參加 都好 其實當我們陪他們一起去比賽完之後 當比賽完之後 在市場完出來之後 問他們的話 大多數都是垂頭喪氣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這些比賽的內容來說 這些題目是非常之艱深 還有呢 是要考的 不是好像李劉淑儀寺所說 考推理考證明 考一個這麼簡單的 它是很多東西裡面 就真的 不是一般的同學 是可以敬佛得到 而我大膽講一句 連很多中學老師 都未必懂得計算 現在我手上 十一年過去的奧倫巴數學 他在沉默在那裡 我不像李劉淑儀寫給你們看 為什麼呢 真的太長了 我寫不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那個高深 艱深程度裡面來說 一般人來講 看到是頭眉心鎖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做的 這種做法裡面的話 參與學生裡面 當然有成功的學生 不會沒有的 否則沒有人得獎 但是失敗同學裡面來說 往往是覺得很氣餒 反而很多時候怎麼知道 因為這種氣餒的話 做到它自己的錯誤這麼大 反而培育它那種的慶祝出來 是更艱難的 所以我們不要只是看正面 而不看負面這件事才行 所以在這一點上去的話 能夠可以直接推廣這件盛事 能夠提高了同學的數學掌握 我覺得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而剛才葉建源議員提出 我們反而應該要集中看看 TSA 數學評估的問題裡面 因為它扭曲了學生對數學那種看法 或者參與 當然我很同意葉建源所講的這部分 但只不過我不明白 不明白為什麼它講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都會支持這個數學法 要這麼廣泛去做 我就不明白了 從這件事來說 因為同樣它又會扭曲了很多東西 這個國際盛市的大比賽 因為只有尖端的人才可以去參與 和發展得出來 但一般同學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提高 現在目前的學生對數學的認識水平的話 其實張國處理員剛才說的 我很大部分人在情緒上 我很贊成和支持 事實上今天那個同學 那個數學水平不是那麼理想的時候 原因為什麼呢 其實多方面 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教這麼多年的話 我看到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班房裡面 那個學習差異太大了 太大的話 令到我們老師教學是非常之困難 局長不知道清清楚這個問題 因為學習差異 現在是中學、小學裡面 是最嚴重的問題 之所以這樣 我們要求小班教學 除了小班教學之餘的話 我還期望 局長都知道 現在很多學校都在行的 就是分組學習 這個情況是這樣 為什麼分組呢 分組就只是遷就一些不同程度的同學 去教他們 事實上由於主席 我們現在是走了這麼多年的免費教育 但很可惜呢 我們免費教育裡面來說 就對同學來說 就像直升機一樣 無論成績怎樣做得好 你都可以升上上高 譬如他 小小成績不好的話 不要緊 升到小二 小成績不好怎樣呢 小四到小三 一直升上去 一直升上去 主席 我和你講講 我有同學我教過的 就到中四、中五 連二分之一減、三分之一都不會減 那你怎麼學學學數學呢 是否他的讀書沒有興趣呢 是沒錯 現在是 為什麼呢 因為基礎不好 基礎不好 我們不斷被上上升 上上升的時候 越是學到那些艱辛的東西 越是覺得抗拒 越是不想讀下去 所以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去 走回那個源頭 去慢慢去 從小時候培育他一個程度 剛才的雙角說 基礎教育 打得不好的話 怎麼可以說什麼都好 都沒有意義 有人說是 就是我覺得 現在我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搞好這個基礎教育 如果不是的話 打到任何盛洩都幫助不了什麼 楊宇宙議員你時間夠 你們否認同自己 nervous 楊宇宙議員 讓我們這麼早就 超討論